卵子 是有黄金期的 年輕的卵子質素比較好 可以成功懷孕機會就會比較高 相對於年紀大 卵子質素比較差 懷孕機會就會比較低 我們可以把一個卵巢 比喻為一個很特別的銀行戶口 這個銀行戶口 是只可以提款 沒得存錢 沒得派息 沒得分紅 花了些錢就要收金 年輕時你銀行存款比較高 洗費比較大都不要緊 我可以購買多幾十雙鞋 只選一雙鞋去穿 你挺漂亮的挺合身的 你都可以選到 相對去到年紀比較大 你的銀行戶口的存款已經很少 快點花了不要亂買東西 你會選到你心目中你想要的機會就會比較低 相對來說 即是你可以還人的機會都比較低 目前臨床可以做 幫這位女士去保留她的生殖能力 主要都是一個雪卵的治療 雪卵就是希望在她年輕 卵子的數目比較多 和比較理想的時候 將它冷凍 到年紀再過幾年比較大的時候 拿不到一些漂亮的卵子 就將它之前雪起的溶出來 希望杯湯的質素比較好 和上機會比較高 卵子質素其實真的要拿出一顆蛋出來 在顯微鏡做評估 但我們通常在臨床的評估主要有一個數目 理論上數目多 質素會好的機會相對也會比較高 如果我們評估卵子的數目 我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超音波 通常是未來月經的頭幾天 我們會跟它照有幾多個卵泡可以見到 我們叫這個 Anthro follicle count 見到越多卵泡 就是理論上應該有越多卵子 如果用抽血呢 我們通常都會抽一個酵母 叫做Antimullerian酵母 AMH 理論就是說 每一顆還能用的卵細胞 在一個卵巢裡 它都會分泌一個很小份量的AMH 所以如果是越多卵子還能用的話 它抽出來的AMH的數值就會越高 相對卵子的數目越少的時候 它的AMH的數值就會越低 那位女士來月經的時候 她需要報經期 我們會在她來月經的頭二至三天 跟她照超音波 有可能需要抽血的 我們會因應她的卵泡的數目 她學荷爾蒙的情況 去選擇用哪一種藥 用什麼份量去做一個刺激排檸的治療 每一格兩日至四日 她都需要再回來照超音波 去評估她對藥物的反應 需不需要進行調節 整個療程來說 她的藥物需要打針十至十四天 當我們看到卵泡已經成熟的時候 就會安排她做一個抽卵的手術 抽卵是一個日間手術 不需要留意的 日後做完 下午就離開了 麻醉了 沒有痛的 經陰道做的手術 不需要吐有一個癌 就會在陰道照著陰道超音波 雙支針由陰道入到盆腔 然後將每一個卵泡的泡水吸出來 會有一個杯胎司坐在旁邊 給你看看 抽不抽到顆蛋 有的話 每個卵泡逐個抽 然後再評估一些卵子的質素 美的成熟的就會幫你冷凍 那如果那顆蛋是不美的 不正常的話 那就不會要的了 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因為其實每個月 都可能會有十幾個卵泡 是準備上排 沒有用的 就只有一個會排出來 其他那些其實都會消失 是留不到下去下個月的 所以就算抽了十幾顆 其實都不是拿出你整年的數目出來用的 其實都不是拿出你整年的數目出來用的 Food ina 寶貴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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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